刑牆要裝店搶匪 賣開步伐想要裝鎮定 肢體動作卻又有些不太自然 尤其左邊這名搶匪 除了背包藏著 得手18萬7千元贓款 肖腿庫管還藏了長型硬物 一次就是用來威脅女店員的刀鞋 兩名搶匪相當囂張 徒步入內刑牆 而且非常熟悉美妝店 每日的結算時間 刻意選在深夜10點50分的時候 得手18萬7千元 隨即鑽往電眼稀少的巷弄逃逸 攤開這兩名搶匪的逃逸路線 新莊犯案之後 鑽巷弄直到大馬路 接著隨手攔小黃搭車逃逸 到了林口長庚 還刻意換了另一部小黃搭乘 刻意製造斷點 增加警方的辦案難度 接著來到了桃園 該以徒步方式往偏僻地區躲藏 似乎早就擬定好整起犯罪計畫 有懷疑是離職的 可能公讀生之類的嘛 可能公讀生流動率是不是比較大 最初警方懷疑 會不會是前員工所為 才會熟悉屈城市的營運模式 又對附近動線撩弱指掌 只是警方初步過濾掉了 離職員工犯案的可能性 至於為何挑選屈城市犯案 可能是因為他的關門時間 比周遭店家晚便於掩人耳目 雖然對面就有超市 但大片玻璃窗電源又多 恐怕就是選屈城市下手的原因 加上警方發現 兩名嫌犯是毒品人口 不排除曾經廠刊 因為缺錢買毒 才會急著下手行牆 專案小組仔細追查 不放棄任何蛛絲馬跡 透過監視其追蹤 迅速在一天之內 與眾力践行路將兩人逮到 只是做完動機 還有在偵訓之後 才能釐清 記者何慧榮 楊忠勝 新北市報導 晚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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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晚餐